我們的選擇 科文者 唯一的選擇 科文者 最好的選擇 台灣的選擇 科文者 氣藍綠 氣藍綠 過去 人家在講 在高雄 派一顆西瓜出來選都會贏 只要他是綠色的 但是我知道 在高雄市民的內心裡面 還是渴望一個改變 渴望一個新政治 渴望一個新文化 即使 在這麼長久的時間以後 大家都知道 在過去的時候 我們常常說 國民黨是一個黨國政治 但是在高雄 他卻是有另外一種 黨國出現 他就是一個 新黨國 新權貴 新潮流 到底 高雄人需要的是什麼 其實第一步 他需要 改正過去中央政府 縱北青南的政治文化 高雄 是台灣南部第一大都市 他應當有他自己的地位 而不是一個 被當作一個 台北以外的 第二個考量 台灣有五缺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地 缺人才 結果 將近六年後的今天 台灣還是五缺 而且不只是缺這五樣 後來還缺蛋 缺疫苗 缺快篩 甚至連衛生紙都會缺 真厲害 所以 去年 我們在票選說 台灣的年度代表字 結果是哪一個字 跑出來 缺 其實要跟大家講 更重要的是 民進黨政府 缺德 不要再回去藍綠惡豆的泥道 這樣 所以 過去三十年 你知道嗎 每邊選舉 民進黨就要下架 國民黨 國民黨就要下架民進黨 終於 有一次 我們可以同時把民進黨跟國民黨下架 好 猴子不是爬到樹上才屁股紅 你知道嗎 猴子是爬到樹上才被看到 所以他說 他說 他說 最近比較接著 罵民進黨 罵國民黨比較少 我說 因為民進黨 現在在執政 因為那隻猴子爬到樹上 所以屁股紅的 我們都看得到 那國民黨 還截在肚子 看不見 但是你放心 國民黨把它揹在牆上 屁股紅就被看到 所以 這個選舉 要把民進黨換下來 但是 不能讓國民黨上去 下午三點 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四點 最及時 準確的開票 下午六點 大局底定 帶給您現場 盯手觀察 晚上八點 政治新局 美中台關係 帶給您 最順入關係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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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 我們到處